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我來介紹一個APP 如果你有到機場接機的經驗 航班的訊息對你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APP 在你前往機場的途中 就知道這個航班目前的微型狀況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來使用這個APP 首先到Play商店去安裝這個程式 叫做Flight Radar 24 我已經裝好了 所以說直接就開啟 一進來就是到了我們台灣的 桃園機場 那假設你的朋友是搭國泰的CX530 按下去以後 他馬上告訴你這個 航班是從香港到台北的 機型是POINT777200型 好我們就點進來 就可以看到他的資料 他是10點45 預計10點45 要到 會到台北 好 好 那我們再直接點這個 好 那我們再直接點這個 Show on map 就直接看到他的 Live的狀況 好 我們就看到了 把它放大 好 紅色那一架飛機就是CX530 哇 它已經降落了 它剛剛降落了 好 那我們直接按下去 可以看到它目前降落了 速度很慢 15階 要在滑行 要到停機坪了 好 那我們同時我們可以去看別的飛機 機場這飛機 另外有一架也剛剛降落 這架台北 喔 不是 這要起飛 台北要回普通機場 上海普通機場 目前速度已經88 正在重刺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資訊一直在變換 因為現在的資訊會比較慢一點 可能比較忙碌 否則我們可以看到這飛機在移動 在快速的移動 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們 喔 已經看到 它已經跑很快了 一下就跑到 它已經起飛了600多英尺 速度也173了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航班 它起飛以後 它的航線在哪裡 可以看得到 這條線就是 它預計會到香港 香港的航線 可以看得到 到上海 上海上空是很忙碌的 好 那我們再看看台灣 台灣的上空也是非常非常忙碌 其實 我們有一條航線 這條航線叫A1 這條是 大概是 遠東最緩忙的一條航線 這一條 通過日本 然後通過 到白令海峽 到美洲 所以 相當相當的忙碌 好 那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來看看 東京好了 東京 兩個機場 我們來看到它的 雨田機場 雨田機場在海邊 這兩截 這兩截就是 這個是 成田 這個是雨田 雨田機場很 熱鬧很熱鬧 我們隨便 點一架飛機 譬如說 這邊還有直升機 我們隨便點 這一架飛機 這個到 從 雨田 從 雨田 回到 芝加哥 芝加哥 的 的 飛機 這是 POIN777 300型的 目前已經回到 一萬尺了 這已經 起飛 小段路了 好 再來看看 有沒有降落的 這一架應該是降落的 喔 沒有 CALL SIGN 好 沒關係 我們再看看這一架 這個是 Aonipon ANA的 然後這一架 剛剛起飛的 這一架是 東京 從 就是從雨田 要 回到 広島 廣島 要回廣島的飛機 那 這一架飛機 是 Japan Airlines 日航 日航的飛機 目前已經回了 3000多英尺高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 航線 它要回到 廣島 就是從 這一邊 轉個彎 直接就回到 奈福內海 好 這邊就廣島 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有航班的訊息 當然 你還可以有更詳細的資料 這個城市 如果是免費的 它資料提供已經夠完整了 如果你再花一點小錢 你可以把它升級到 它的專業版 哇 那裡頭資料更多 好 那 我們再 再來 看看 整個亞洲 部分 台灣 再看看松山機場好了 好 來看松山機場 好 松山機場 已經 到了 沒搬家 其實是有 只是 讀取的速度的問題 等一下 資料就進來 就可以看到 很多架回機 甚至我們可以到 前面來看看 有沒有 回機正在降落中 在航道上 找一找 好 這邊有一架 飛機 來看一看 這是從松山機場 剛起飛的 要去馬祖的 好 剛剛我們看過了 這個時候 為什麼 飛機比較少呢 這一架 飛機是 這是從 東京的 呃 成田機場 要回 香港 這個是 喔 這個是 福爾機 是日本的福爾機 好 再看看這一架 這架 是 澳門 回台北的 好 這是 台北 這是 輔航 這架剛起飛的 這台北 還會 呃 成田機場的 這架是 日本航空 目前 剛起飛 兩千多 英尺高 好 那 大家趕快去 下載這個 測試 來玩一玩吧 如果你 再把 這個 地圖 往美洲 大概 呃 這個時候 他們是晚上 可能飛機 還有不少 如果是 白天的話 那 比 遠東地區 還要更多 密密麻麻的 呃 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城市